女人被扔进了水箱 如果一分内不能解开手链 就会被头顶的食人鱼咬成渣渣 女人快速地慢慢解开手伤的锁扣 还没来得及高兴 脚链却被卡住了 随着时间在慢慢减少 记得她拼命地拍打玻璃求救 有人想用铁棍砸箱救人 却没有任何作用 眼看到计时即将结束 女人终于顺利挣脱 可此时头顶的那箱食人鱼 却刷刷地往外掉 瞬间逛满了整个水箱 就在众人一脸蒙圈时 而像艾拉这样的顶级魔术师还有三位 他们分别是 擅长寸眠的哈利 只要随意打个响指 对方就会瞬间睡着 甚至旁边的丈夫也被控制 主动说出了藏四方钱的位置 更迷谱的是神头捷克 他利用魔术吸引众人注意力 再趁机不备施展神之一手 转眼的功夫就将 多人钱包全部顺走 擅长纸牌的丹尼 他可以完全猜中你的心思 让你没有秘密可言 他们四人都被一个神秘组织选中 并分别向他们发出了邀请 根据卡片的提示 他们很快来到了约定地点 但现场却空无一人 只留下了一个投影装置 随着投影仪射出的光芒 一张精心策划的魔术蓝图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只要完成上面的三场魔术 他们就可以加入 每个魔术师都懵懵以求的鹰眼社团 随后到一年后 他们组成了天启四骑士 要在拉斯维加斯万人瞩目的舞台上 表演一场震撼全球的魔术 隔空抢一行 首先他们利用冲圈的方式 随即选取了一名幸运观众 然后再让对方说出 平时最常去的一家银行 但没想到男人就是一个法国人 这意味着他说出的银行 距离此地十万八千里 这增加了此次表演的难度 观众们听后 都觉得今晚的表演一定会搞砸 但四骑士却不慌不忙地给男人 戴上了一个头盔 又让他随即抽取了一张纸牌 并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随后艾拉回我黑布 凭空变出一道任意门 男人大胆地走了上去 就当人们都在好奇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结果砰的一声 男人瞬间消失不见 观众以为是表演事故 但屏幕上却出现了男人的影像 原来他真的通过传送装置 穿越到了那家法国银行的金库里 男人听从丹尼的指令 将那张签名的纸牌 和今晚入场圈的票根 放在了钱堆之中 然后开启头盔的按钮 下一秒白花花的钞票 就被强风吸入了管道 而另一边的魔术现场 却下起了钞票语 全场的观众瞬间沸腾起来 填起四骑士的名声 至此一战打响 等到法国银行的工作人员 打开金库时 里面的钞票早已经飞走了 金库就只剩下一张纸牌与票根 这么大的银行失窃案 很快惊动了国际联邦调查局 四骑士也被锁定成了嫌疑人 而负责这起案件的是 平易惊人的罗德探员 但私人对于罗德的审讯 跟得毫不在乎 因为当晚有13亿的观众 都能给他们提供不在场证明 没办法由于证据不足 警方也只能将他们无罪释放 就在罗德诉手无策时 一个老头却找上了他 原来在表演当晚 老黑就在现场 还将他们的魔术从头到尾 偷偷地拍了下来 年轻老头端起一杯水 然后再轻轻晃动 龙虎山泉瞬间变成了拉菲 他张开手掌 原来是他手中藏了红色素 老头曾经也是一名厉害的魔术师 但为了金钱和名誉 他不惜打破行规 成立了一家专门破解魔术的公司 这也让他成为 所有魔术师的眼中钉肉中刺 很快老头带着罗德来到 昨天的表演现场 并揭秘了四骑士是如何 从千里之外抢劫银行的 原来他们每一个环节都是设定好的 他们让观众抽取号码 拼成一个座位号 其实号码早已被偷偷掉包 所以那个幸运观众 自然也是提前内定的 但这个法国人并不知情 他是在半个月前就被四骑士钉上 然后再经过轮番的村民暗示 将他诱导进了现场 说完老头让罗德戴上头盔 站到任意门上 随着助手按下开关 罗德直接掉进了金库之中 原来所谓的传送都是假的 四骑士早已在舞台的下面 做了个1比1的银行金库 至于银行里面的钱是怎么没的 老黑是这样分析的 四骑士提前催眠了运输司机 在用魔术火纸制作的假钞 替换掉真钞 最后再一把火将其烧掉 就只剩下提前准备好的 签名纸牌与票根 虽然老黑说的头头是道 但关键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于是罗德决定亲自去观看 四骑士的第二场表演 试图从中找出破绽 在经过一阵眼花缭乱的魔术表演后 终于开始了今晚的主题 这次的魔术更加的刺激 叫做存款游戏 他们先是让观众们写下 自己银行卡的余额 然后再邀请此次的赞助者 保险大行亚瑟上台 随后拿出一个超大信封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只见观众们写的余额数字 开始逐渐变多 而亚瑟的余额却在逐渐的减少 富豪有点慌了 因为他知道四骑士 从来都是假戏真作 果然观众们陆续收到了 银行转账的短信 全场瞬间沸腾起来 原来今晚到场的观众 都投保过亚瑟的保险公司 但遭遇事故后 保险公司却钻了法律的空子 并没给他们支付相应的赔偿 所以四骑士 特意准备了这场魔术 为所有的受害者讨回了公道 虽然他们的行为受到好评 但这种偷窃行为必须严惩 就在几人逃脱不久后 警方就带着大部队 找到了他们的窝点 可四骑士已经跑了三个 只留下了一个断后的捷克 魔术师就是厉害 几凭两副扑克就玩虐了 眼前的这名警察 即使对方有枪 可他依旧玩得不易乐乎 最后还躲进了窗帘后面 现场教学了一招大便活人 将罗德耍得团团转 眼看大量波波勒赶来 男人趁机顺走罗德身上的手铐 将他尻了起来 然后抢过对讲机 手下接到命令后 迅速跑上楼 就这样捷克通过快速的声音模仿 巧妙地骗过了前来增援的警员 等捷克跑出大楼 又顺手抢了一辆汽车 便扬长而去 谁料由于捷克车速太快 一不小心发生了意外 最终导致汽车在高架桥上 连续翻滚了7781圈 罗德健壮 想要拼命拽出重伤的捷克 但时间已经不足 没办法他只好拿出一份资料 赶在爆炸之前离开现场 根据资料显示 四骑士接下来要去抢一个 装有5亿先金的保险箱 罗德带人火速赶了过去 可没想到最终还是晚了一步 保险箱早已消失不见 原来银行经理 中了哈利的催眠术 亲自下达命令转移的保险箱 但庆幸的是 预送保险箱的那辆卡车 还没走远就被成功拦截下来 这一次警方得到了先机 他们决定将计就计 让车继续出发 以此抓到幕后真心 可经过漫长的等待 不料前来的竟是老黑 罗德认定老黑就是内鬼 但老黑则不慌不忙地冷笑道 你们还是先打开保险箱 再做结论 不出意外的话 果然意外又出现了 他们又被耍了 里面全是一堆魔术道具 原来这一切 都是四骑士提前布的局 其实保险箱根本就没动 他们运用了兔子戏法相同理念 将一面镜子 伪装成空仓的假象 再利用视觉效果 欺骗了中人的眼睛 等到警方全部追出去后 只需把镜子打破 保险箱就会出现在眼前 而这个取钱的人正是杰克 原来在高架桥上 他是故意被警察追赶 而剩下的三人经过一番配合 挡住了警车的视线 再将提前准备好的车辆与其互换 成功伪造了车毁人亡的假象 至于那具尸体 也是他们从太平间偷来的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三人已经完成表演 只见他们从楼顶一跃而下 瞬间画画成一堆钞票 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正在警察们失望偷顶之时 罗德却惊奇地发现 散落的钞票 就是印着四骑士头箱的假钞 那么问题来了 真正的钞票究竟去了哪里 年轻老头竟成了替罪羊 被关进了监狱里 面对罗德的审问 他死活不肯承认自己 就是那个幕后黑手 七街还说出了种种猜测 可就当他履清了一切的时候 他突然愣在了原地 转身一看 罗德竟然瞬移到了监狱外面 原来躲在幕后 操控一切的神秘人正是罗德 他整整筹备了 20年的这三场魔术 都是为了给父亲报仇 罗德的父亲曾是一位 赫赫有名的魔术师 但心生妒忌的老头 却屡次拆穿他的戏法 以至于逼得父亲 不得不冒险开发新的魔术表演 结果不慎丢掉了性命 老黑的行为简直就是咎由自取 恐怕今后他要在牢中 度过余生了 电影最后 罗德向四骑士说出了 自己的身份 并宣布他们已经通过考验 成功加入了 最顶级的魔术组织 这是电影惊天魔道团 喜欢的朋友可以看看原片 那么问题来了 真的有这么牛掰的魔术表演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见 拜拜 男人往身上涂抹颜料 伪装成展会的一名雕像 而他的目的 是要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盗走这壳价值武艺的钻石 面对钻石周围戒备森严的警卫 男人却表现得十分淡定 只见他缓缓打开书本中的控制面板 伴随着开关被启动 一辆漆黑的摇扣车闪亮登场 由于车身的颜色与低砖一模一样 巡逻的守卫根本没有丝毫察觉 可就在男人操控摇扣车慢慢靠近展柜时 一个巡逻的守卫突然挡在了前面 男人吓得赶紧按下停止开关 好在守卫光顾着打电话 并没有发现裤装下面的摇扣车 随后他踏摇大摆的来到展柜下方 看着高台上近在咫尺的大钻石 男人立马再次拨动按钮 直接摇控车一个领域打挺 刚好与展台的凹槽完全贴合 接着摇控车侧面弹出两排车轮 小车瞬间成了蜘蛛侠 顺着凹槽向上方移动 等到他平稳到达展柜顶端后 男人立马打开了其内部的伸缩手臂 机械手臂展开后轻松抓住钻石 男人急忙把提前准备好的投影仪 固定在一旁的雕像身上 就在钻石被拿走的瞬间 然后验着黑色条纹原路返回 另一边守在博物馆的警长感觉不对劲 询问完工作人员后才知道 原来这条女皇项链 最值钱的就是上面的钻石 但钻石早被送到展会大厅 警长听完后恍然大悟 自己中了神偷的吊虎离山之计 于是警长立马通知展会附近的警员 命令他赶紧封锁展会大厅的所有出口 可就在警员想要冲进大厅时 却突然迎面撞伤了一个老头 当警长得知他撞了清洁工后 立马让他上前将其拦住 原来为了确保展会大厅的安全 警长早已通知过清洁工休息 眼前的清洁工很有可能有问题 警员立马逃出手枪 警告大爷不要动 不料男人假装听不清 一直挪到下水道上方才停下 警员见状赶紧围了上去 并要求大爷出示工作证 没想到他却在假装拿证件的空隙 悄悄按下了腰间的开关 鞋底蹲时流出蓝色药水 随后将证件递给警员 等到警员发现背后的图案时 警盖刚好被腐蚀 男人咔嚓一下跳进下水道 还没有等警员反应过来 男人又换好装备 从外面的下水道喷涌而出 脚踩轮滑鞋快速逃离现场 警员立马骑着小摩托追击 危急时刻 男人激活手中的磁铁装置 结果下一秒 警员气得直呼96226 这是警长驾驶直升机赶到 拿着AK对着神头疯狂输出 可飞机不停地摇摆 男人在利用货车的铁板做掩护 直到子弹打光了 他都没伤到男人一根毛 突然神头急转弯 混进了马拉松比赛的队伍 脱下外套露出了运动服 当着警员的面 大摇大摆逃离了现场